好 今天主讲者唐凤 唐政伟 还有各位理事长及参加所有参加此次大会的 所有的贵宾 大家午安 由于唐政伟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 我就不多花了时间来介绍唐政伟的一个经历 那唐政伟的团队利用AI来协助 这次疫情的防治和其成果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大会在决定我们的主题要放在AI与药学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这个邀请的演讲者 当然唐政伟就变成唯一的选择了 那也非常感谢唐政伟愿意接受我们的邀约 来做这样子的演讲 那药学的发展不论是在职业 就是我们在药师在practice时候 或是我们在做药物安全 还有新药开发的研究的时候 都跟AI的息息相关 那从早期每个药师人手一本 所谓的用药安全手册 一直到这micromatics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发展 一直到最近我们使用健保的资料库 或是是健保的一个云端药力 甚至于各大医院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一个资料库 和AI的系统 所做的就是为了要保障用药的安全跟病人的福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AI的发展 事实上跟药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未来AI到底能够带给药学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唐振伟的演讲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唐振伟 振伟请 好 谢谢 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对谈 我声音清楚吗 都OK吗 清楚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就是40分钟的演讲 那我们在就是slido上面 其实已经有相当相当多的问题 表示说事前大家也就是做了蛮多的提问 目前已经有17个问题 所以稍微除一除就可以知道 说我大概不太可能40分钟全部都回答完 那但是如果你就是之前还没有收到这个连结 还没有提问题的话 那欢迎扫这个QR Code 那就是slido.com斜线1106的这个QR Code 那就可以及时的在这个slido上面来提问 那如果就是一下子扫不到QR Code 还比上说你的手机正在看这个直播 有没有办法扫的话 那也很欢迎就是直接开启 在聊天室 我想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帮忙贴这个slido的连结 slido.com斜线1106 到我们的就是即时串流聊天室里面 那直接点这个连结然后打开也是一样的 同样可以提问 那提问的按赞的数量越多 它越会浮到我现在这个画面的上面 那我就会先回答 那如果提问的只是投票数量少的话 可能还暂时看不到 那就可能要多拉票 这样 好 那我就不特别再解释slido系统 我想大家都已经陆续进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啊 有13位朋友们想要询问说 医疗院所的资讯化程度不一 那资讯架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那这位朋友是提向健保云端系统的过敏史 那同一笔资料 它在各院所就是资料的收集端的时候 可能就标成学名商品名ATC嘛 那它按照HIS的不同 它的使用的语言当然也不一样 那而且呢可能还会有错别字 那当然流水杖势的呈现 就是它搜集什么 你就看到什么 这当然是不会有错 但是这个阅读啊 资讯简合运用啊 就不是人工智慧在做了 就是工人智慧在做了 就是实际掉出来的那个人要做了 那所以这位朋友想问说 那在中间可不可以有一些系统 去帮助校正错别字啊 做这个中阴的对照啊等等 那怎么样会整 或者是砍掉重电 来重新规划一个新的系统 不过我这边想提一个 就是说砍掉重电的这件事情 我不确定这位朋友想要砍掉什么 我们资料的运用都是搜集处理应用嘛 所以当然不是说砍掉搜集端吧 不是说各个院所不能够用自己的HIS系统 那所以这边提的应该是他在处理端哦 就是搜集进来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一套系统去自动的去做会整 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我前几天才去中荣演讲 就是像中荣或者其他的大医院 他自己在过敏史上面自己有写这样子一套处理端的系统 可是因为他的处理端系统是在他的HIS的场所里面跑 好像也有一些逻辑 后来有被就是健保运端要离这边参考 但是因为他跟他的那个应用端 就是实际使用的那个UI 有点titely coupled 就是他是为了特定的应用所撰写的 所以就变成如果你的应用场景 跟他应用场景比较不同的话 那比较难抽取他里面的这个处理的逻辑来使用 所以我在理解这件事情之后 我刚好最近也跟健保署的同仁在聊到 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确实开发了很多新的系统 但是不是针对全面性的应用 我们是专门针对好比像说快筛 或者是PCR筛减 或者是接种的记录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写这种特化的系统 就是因为实际上面大家出国 包含即将要上路的所谓的疫苗护照等等都要用到 那因为各方对于这个运用的情境也有共同的想象和共同的目标 所以他就很容易接受说 那在处理端目前的黄卡或者目前的记录 Niss里面的记录 残记的或所谓余记的施打等等的这些各种不同的筛减的方式 那大家都有一种很强的想要把它整合在一起串联的这种必要性 那以至于说我们的设计架构里面是从处理端 事前就帮你全部先汇集 然后甚至签章都是先帮你产生好 那使用者随时想要下载一本新的黄卡 或者到便利商店链影新的黄卡 或者是如果你是医院的HIS系统的话 那同样都有很简洁的API 你按一个键就把已经签好的QR Code跟最新版的黄卡 已经正规化之后的黄卡资讯等等都等于重新输出一遍 不管你本来是筛减是用什么A4纸 或者是注射本来是用医院的什么黄卡 那些当然都还是作用 但是随时你都可以按照正规化的方式产生出一本新的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串截 我们这阵子确实有一些经验 那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 最简单的是做这件事情的方法 并不是把这个Code 把程式码放在就是搜集团这边来跑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事后才发现的正规化的需求 最简单的应该是放在处理团来跑 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比像说健保署他们在双北吧 有一个测试案 就是任何胸腔的X光被上载到健保云端资料库的时候 那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就是健保的cluster里面 跑一个类似一个container 就是一个一个容器吧 一个虚拟的机器啊 那在那个机器里面去跑自动X光快晒 就是去看说这个X光片 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是COVID-19 那但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比较信任说 不会有他外流啊 或者是成功大学团队 又这个在不禁同意下 又搜集到各自的问题 就是因为说他的这些特征 跑在这个虚拟字里面 首先他没有对外连线的能力 他不可能传到任何别的地方 他完全在健保的VPN里面 然后他输出跟输入的那个字案的界面 是有管控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container based 或者是sandboxing的这种概念 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执行环境 在处理端的资案设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任何人他有一个新的想象的 处理资料的方法或者应用的界面 他就可以自己写一写之后 就上传到这个处理端 这就像是Amazon当年卖书嘛 那但是有很多闲置的电脑设备 他不知道要怎么用 那所以后来就发明了云端计算 就是大家都可以写一些城市 然后跑在Amazon的机器上 那这个Amazon就要确定说 任何同一个机器上 跑的两份不同客户的城市 不但不会彼此打架 而且不能够窃取流用到彼此的资料 或者是侵入Amazon自己的客户资料库等等 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种 就是比较主动式的防御众生等等的这些设计 所以我就鼓励健保署说 那可能健康存折 这些健康的数据资料库 不一定都是健保资料库 就是即使不是在保险里面 像我们这一次的自飞筛减 自飞这个疫苗 我自己就是他自飞疫苗 四月多的时候 那这些反正不管他本来的搜集端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开放在处理端的这一套应用 可以让任何需求端自己撰写 但是他拿到的资料如果他要做training的话 很可能是合成的资料 他不可能拿到真正的那个raw data 但那个raw data就是用一种限定计算 Bring code to data的方式 把大家的这个贡献放在这个data所在的地方来执行 那如果理解到这个在区块链里面的智慧contract 就是智能合约智慧合约的设计的话 其实他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我写这个contract的人 我并不是搜集你的个字 或者帮你解密都不是 我只是贡献出这一套城市嘛 那让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资料处理端 去运行这个城市嘛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系统设计里面 会逐渐往这一个架构来走 而且也因为我们的就是COVID-19的快筛 跟PCR跟疫苗护照的资料库 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那我想未来在整个健康存折 或健保资料库里面 大概都可以参考这个例子 就是不像以前觉得 好像你一定要拿到raw data才能计算 一直都有可用性跟隐私的拉扯 那我们就是靠一个比较先进的资安技术 然后在反而加强隐私的情况下 去确保它的可用性 好那不好意思 因为就是我不确定今天的那个technical level 所以刚刚可能讲了很多火新闻 那所以如果就是觉得火新闻太多的话 可以有录影了 可以慢慢看 那或者是之后可以用比较举例的方式 来slide提问题 那我会尽量用一种比较便宜近人的方式回答 那谢谢这个 大家的提问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有32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是在我们运用开放资料的过程里面 遇到南北的差异 或者是资料不足 或者是跨部门资料 怎么样子连接的时候 那到底要怎么样反应 或怎么样子解决 当然这个标准的答案是 上data.gov.tw平台 那我们的一站式的资料平台 在有一个叫资料申请小帮手 它是之前的总统被黑客松的一个团队的辅导之下 那他们有一套很完整的资料征询的一个流程 那不管是你想要更多或者是你觉得目前的开放资料 不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都可以实际去运用这个data平台上面的这些流程 来跟资料的拥有者跟控制者做一些及时的对谈 那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 其实最大的障碍 反倒不是去客制化那个资料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系统都有API 客制化资料并不困难 而是说它的最终的那个应用 不是资料的拥有者可以想象的 或控制者可以想象的 这样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把它拿来做某一件事情 你想要连接跨部门的资料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一个转易的工作 就是你要先说服对方说你这个资料的这个用法 对它本身也有好处 我举例像同样是在总统的黑客送 之前环保署有过在全台湾的 饮水机的水质的监测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对于环保署的工作 就是确保饮用水质 当然是他们业务当中所必要 所谓in the flow of work 并不是外面的人要求他们才做出来的 那但是呢这个资料它就很难串联 好比像说这个饮水其他的标示方式 怎么对应到地图上面的经纬度 那这就不一定是当初专门管水职的这些人 会想到的 那他也没有跟就是在民间去提供这些 免费饮用水服务 那个大部分都是open street map社群 开放截图社群等等自己维护 那他们又有自己的一套格式的标示等等 那所以呢后来在总统被黑客松里面 怎么整合这些跨部门的资料呢 就是靠大家共用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这个方法叫做凤茶 它是一个app 如果有玩过就是精灵瓦可梦 这个pokemon go的话 那就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抓宝的一个游戏 它帮你找到你附近的凤茶站 就是可以免费倒茶倒水的地方 然后你拿着这个水壶就是一个破关的道具吧 然后就可以去赚金币啊什么 然后一面还可以知道说 剩下了多少塑胶品啊 这个减少了多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然后而且还会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以像道馆那样子 彼此互动 然后收集金币 还可以换在地的这种 什么循环经济的这个设置的这些饮料跟产品 然后还跟什么文石地方创生导览什么结合在一起 反正总之就是一个促使你走出家门 然后更了解在地 顺便还可以做环保解碳的这样子一个call to action 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所以就算是环保署自己的 做资料的这些朋友们 在他实际运用了这个app之后 忽然之间他自己对自己的资料不足 资料品质的问题 资料标示的问题 无法串联的问题 他突然就很有感觉 他脑里自动就会把资料的应用方去解决 他在处理方这边应该要有处理方来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带着他这样子玩过一次 好像大体游戏的话 那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凭空想象 那所以环保署呢 就自己这样子玩之后 当然就横向会扩散 所以这个梗这个想法就变成了跨部门的 也不是只是环保暑靠比方说经济部的国营事业国营会 他们自己也玩了这个总统拜黑客松的游戏 然后我记得中游吧 然后就有一个行销说什么 凤茶跟加油是同一个意思 而且是不太懂这是什么什么梗 但是总之他们觉得很有趣 所以就决定说所有的加油战斗变成凤茶点 然后也贡献他们的经纬度 他们的这个提供的服务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这个我们叫做资料的协作关系 Data Collaborative 就变成是每一个有行销需求的人 都自己加入 他加入的时候就自带资料 带了资料的时候 他看到现在的Norm Data Norm 就是关于这部分资料 比较正规的 有规范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那他就可以有样学样的 自主的去正规化上去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找到一个 对于大家的这个有意义的这种应用 那但是这个应用就会变成说 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的话 无法想象 这个时候写一段这个想象的文字 画一个Mockup 像我们重新设计暴税软体的时候 我们就是邀请那些说 暴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2017年的朋友 自己画一个理想中的暴税流程的分镜图 这个也很有帮助 那总之就是不是单向的去说 我就是跟你要资料 而是双向的说 我发明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应用 有趣的游戏 这边是分镜图 那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画这个分镜图 那这样子的话以我的经验 很多资料空缺或者是跨部门的连结 都会迎刃而角 那总统被黑客松是一个很适合观摩 跟参加这方面的资料协作关系的地方 所以有空的话也可以上 总统被黑客松的网站去看历年的卓越团队 他们的提案以及他们落实的方法 这个都在总统被黑客松的网站上面有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35位朋友们问说 民众的用药当然可能会使用健保 就是有给付的情况 但是呢当然也可能自费 那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健康存值 不一定只是健保存值 那还有就是使用保健食品 当然很多人现在会有所谓的fitness tracker 就是他自己吃什么 或者是用什么保健食品 他自己记录在自己的手机上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那但是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没有单一的资料库 就是他们一定都要备份到哪里去 那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全人的健康资料库 能够真正整合用药问题 避免药物跟药物之间互相作用 或者药物跟食品互相作用 我想现在大家多少都开始看到说 每个人自己的手机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全人健康资料库 不管你是带健康手环的 你是有参加像脂抗糖这样子的资料健康社群的 等等的朋友 那到最后大概都是记录在你的手机里面 那整合在手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随时他额外的应用的安装 你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式 或甚至直接在手机上面开个网页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递送最新的应用 因为手机内建联网功能跟扫QRQ的功能嘛 所以我自己的偏好 我自己的倾向 比较是说我们所有可能的这些资料库 它不一定要在资料的搜集端去同步 而是我们把处理端尽量移到端点 这个叫做边缘运算 那处理端在自己的手机上 其实现在绝大部分的手机都不亚于 当刚有健保资料库的时候的中央电脑了 那个算力其实是非常的足够的 所以刚刚讲到这些交互作用的运算等等 那我的具体的想法是觉得说 尽量应该要在每个人自己的手机上面去完成 那这样子也可以避免说 大家担心就是我不透露给 我没有那么相信的人 或者是我先透露给我很相信的人 但是他相信一个他很相信的人 但是相信没有第一关系 所以这个第三个人我可能很不相信 不是因为我相信你你相信他 我就一定相信他 那但是如果是资料是在集中的处理 就是所谓的bring data to code 就是资料聚集到有演算处理能力的那个单位的话 那像刚刚的这样子一种 把运算跟储存结合起来的做法 就不免会让人有一种 我并没有相信你找他运算的这种 就是各方的信任逐渐减低的关系 那但是因为这几年的就是隐私增强技术的突飞猛进 所以我们现在也真的就可以把资料的储存 资料的运算资料的搜集全部都拆开来 我可以交给国网中心去做运算 但是我交给他运算的时候是加密的状态 所以他算了之后他自己不知道他在算什么 他必须要再传递给他的应用段 应用段然后我所给的要是解密之后 应用段就可以直接用了 所以等于运算端他不需要看到这个RAWDATA 那所以呢算力还是可以给这种 有非常多算力的单位 像国网或其他的公有云来运算 但是最后的解密 以及最后按照自己所需去把资料串联 这绝对可以在端点 也就是在手机上面就完成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情况 那也很期待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生态系 往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我的理解健康存折跟健保快一通 慢慢也开始出现 现在只是一个问卷嘛 来问你说你愿意要提供哪些资料 去进行串接等等 那但是很快的在上面 因为手机现在大概都有自动签验账的功能嘛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 然后你非要感应你的自然凭证 虽然这也可以 真的感应自然凭证也很方便 只自然凭证有的人不多了 那但是你可以用你手机上面的这个加密模组 那透过健保快一通 好像一个自然凭证这样子 去完成我刚刚讲到的这种加解密签验章的这种工作 那就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做法了 就是运算在别人手上 但是资料的钥匙只在最一开始的收集者 跟最后我自己的应用者的手上 那有31位朋友们问说医疗人员 特别是在医院的医疗人员的思想 是按照这位朋友的经验 是比较僵化的 那所以医院管理的人员 按照这位朋友的定义 也是比较僵化的 那当然僵化的意思有很多 但这位朋友的定义是说 都是有一些关键的一些KPI 那所以大家的僵化就是 你量测什么KPI 那大家就做这些KPI 可是这些KPI可能本来 它要反映的那些价值等等 的那些弹性 那这位朋友认为说 就在追求简单的KPI的满足上面 就有点牺牲掉了 实际上的医疗人员的临床表现 那所以这位朋友想问说 政府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以改善这种琐碎的 然后由行政来驾驭医疗的这种管理方法 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在你觉得KPI 它很荣很琐碎等等的这种时候 并不是直接去挑战说 那这些KPI值得完成吗等等 而是结合实际的利害相关方 就是包含行政员在内的所有人 一起去想一些 比较跟你的工作有关的一些KPI 那就是所谓的crowdsourcing 就是群众群众外包 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我们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Uber刚进入台湾 然后UberX刚刚推出 那推出UberX的那一方 主张说这只是一种共乘的服务 所以它应该是算在推动这个节能减碳 减少油料消耗 增进通行效率 绿能节能那边的KPI 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计程车队的话 你就绝对不这样主张 你会主张说 它排挤了这个公用道路上面的 其他的这种类公共运输的计程车的使用方式 你觉得应该要算到总额里面 因为不然的话它实质上会造成很多空车绕行 没有效率等等 那当然就看你把它定义成什么零工经济 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 未来经济 随便 那就是你把它的那个定性不同 就会往不同的KPI去硬套进去 那所以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 那但是就是当然也有包围交通部 按喇叭抗议什么的这种状况 但是就是因为各方面有一个 好像共用的共通的觉得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问大家 去问大家说我们当时用了Police 这样一套系统 police.gov.tw 那police.tw现在也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个就是一个问卷 但是就好像slido一样 问卷的题目并不是事先就是一小群人帮忙决定的 也不是民调说你觉得这是共享经济还是 博学灵工 而是说任何人有自己的感受 他就把感受提出来 然后问问其他人你是这样想吗 还是不是这样想呢 那你按就是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一阵子之后 你的那个avatar就是你的代表的那个图像 就会移到跟你想法比较类似的人 那你就可以看说哪些是最不同的想法 以及哪一些是最共同的感受 所以在当时经过三个星期之后 Police系统就自动整合 这个我就把它叫AI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这是一种开放的意见搜集 但如果没有数位的技术 没有辅助式的智慧的话 只靠工人智慧 那光是收那个意见表提问单 大概就爆炸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引进了Assistive Intelligence 去自动分析出 按照大家按赞的比例 有哪些意见的从集 然后跟哪些概念 可以把最分歧的这些KPI 整合在一起 那所以后来就整合出了 纳税纳保纳管 就是这个不要什么讲 降价 这个比现有的计程师要低 或者是不要变成说 好像做后座的 没有保险的保障等等 那我就不讲细节了 总之最后凝聚出来的这些共同的价值 在各方利害关系人 共同面对面确认 也包含直播的网友确认之后 那透过类似像Slide的这种系统 确保说 大家对于这些共同价值 该提的问题 即使的这些人都可以同意之后 那这个就变成多元化计程车方案了 就变成我们最新的KPI 就包含在地的教堂 在地的寺庙 甚至要照顾这种偏乡的运输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运用这套多元化计程车方案 来把本来的白牌车变成对消费者更有保障 可以打分数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适合运输人员的临床 不是临床 临车表现的话 就是实际乘客跟驾驶到底关心什么 那以前中间隔着好几层行政跟 我们这个政务人员嘛 那没有办法直接的彼此对齐 但是现在有了这些辅助式智慧的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一次的去问这个群众智慧说 那不然你们要怎样 哪些到底才是重要的事情 那因为行政人员其实自己也是要做基前车的 那像我们在做报社问题设计的时候 那个小桌长就不一定是财政部或金管会啊 那很可能说不定是海迅速呢 那但是当我们在做向海置景 海洋的系统的设计的时候 那小桌长主持讨论的 像我这样要引导大家回答slido问题等等的 那又变成说不定是财政部 那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同样是行政人员 只要是一跨部门 放在他本来不主管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一般的民众 就是同样的海巡属的弟兄姐妹 也必须要自己报税嘛 那同样的这个财政部的朋友 说不定家人也自己去冲浪去钓鱼啊 那所以透过这样子一种就是共创的状况 我觉得这样子凝聚出的KPI 就是他回到他的单位之后 就也愿意说 那我旧的KPI可能就放着 那我发现至少在接下来这一年 那这个KPI是大家所共同同意的 所以还是要有某一种 粗略公式的形成技术跟这个空间 那很多的大企业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 像这个远传因为他们有公开讲 他们就是固定每季好像就是用类似这种slido 然后这种crowd sourcing的方法 来凝聚他们全公司都同意的几个KPI 几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那这或许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那有一个比较技术问题 有26位朋友们问说COVID-19的疫苗的不良反应 跟药物的不良反应 这次仍然没有办法有效的传递 那重要的个别资讯 好比上说HLAB 1502也是这样子 那所以极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不过我们现在的就是母数 已经接种的人数已经快7成5了 说不定今天就7成5了 所以乘上这个极可能 那好 那现在健保卡只有三格40字元 也不够去做注记 必须要用可能要约定的代码的方式 那是不是能够协助解决这个大难题 让ADR的讯息能够嫁接各个HIS的系统 以便各院能够载入这些资讯 而且并且建党 而且有减合功能 来增加病人的用药安全 那这位朋友给我戴了一顶帽子 说希望名养海外的所谓天才 IT大臣政委帮忙 我这里想要提出刚刚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让资料的应用端 自己就可以写这些程式 放到资料的处理端 来进行正规化 有点像一个滤镜 就是我在手机上套了一个滤镜 然后我上载到 就是Snap或Instagram 或随便什么社群 大家可以分享这种后处理的这种方式 那我觉得这就不需要所谓名养海外的天才IT大臣 那现在之所以会碰到这种林林总总的 在食物上面跟HIS系统整合的这个困难 就是因为大家并没有一个共用的 好像滤镜语言的这样子的东西在做 那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我们在产制证明的这一部分 因为非常强的国际旅游的需求 所以我们才刚刚走通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流程 所以我自己当然是很愿意 拿这样子流程所学到的 然后跟健保署累积出来的信任关系 机关署累积出来的信任关系 那回头去解决 就是整套系统包含NICE在内 NICE的整合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机关署 就是历年来都想处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年他们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mandate 可以来处理这个 所以我自己非常愿意来帮忙解决 但我的解决并不是说 好像回去找某一家特定的厂商 找凌网啊 自托啊等等 这些厂商说 你就按照这个写 因为到了下一次 一定还会有新的需求 我们现在比较在想做的是 改变这个架构 让刚刚讲到的 Bring code to data 就是每个人自己不是只是产制资料 也能够产制新的code 的这个架构可以实现 那一旦实现这个架构之后 提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不是 所谓的把你的需求带过来写程式 而是直接把你在地的这套滤镜的程式 让它能够很容易的横向传播 我们自己在行政院里面 也已经这样子做了五六年 就是一个叫做Sandstorm的系统 杀锯云的系统 所以任何公务人员都可以自己在上面写 不管订便当的城市或什么 其他资料处理的城市 但是都没有什么资案上面的风险 所以这部分我想这个架构 比较赢得大家的信赖 可能就是这一次在 就是全国性的疫苗的这些系统上线之后 比较开始大家觉得 这真的可以省时间 那所以从这边出发 我觉得我们有蛮多事情可以做的 那您的这个问题 我也因为我们健保署一直都跟我们关系良好 那卫福部也一直有朋友就在我们办公室 事实上他事前看过这些问题 也给了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会继续去把这个实际的需求 去带到我们接下来的架构的讨论里面 希望有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那有22位朋友们问说 AI跟自动化会怎么样改变钥匙的角色 或者是医师的角色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 凡是重复性的这些工作 比较比较荣的这些工作 那你只要教会你的实习生这个学徒 那他本来就会帮你做的 或者在我们公部门是教会那个行政替代役 替代役就会帮你做的这些工作 那现在你等于就是有机器学徒了 那你教他 你就不用再教别人了 因为他自己会去教别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差很多 是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我们公共行政替代役退场之后 那这真的是对数位转型 跟导入AI非常有帮助 那但是当然就像我们对于任何学徒的要求一样 任何见习生的要求一样 就是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 要跟我们自己亲手做的时候的价值要一致 这叫alignment 那他如果不小心做错了 那这个要很容易的就是appeal 就是受到影响的那个人 要很容易指出说你搞错了 然后他必须要给得出交代 accountable 那而且要很容易audit 就是去看到你是在哪一步错了等等 所以当我们在发展辅助智能的时候 辅助智慧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当做一个 你对一般人类的学徒怎么要求 就应该要对他怎么要求的东西 因为不然的话 他的那个权力就会集中变成 好像威权式的智能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那就不是把每一个人的智慧提升 而是变成好像智慧城市 但是市民反而没有那么智慧的情况 所以我会建议说 在台湾我觉得这比较好了 因为大家在这方面 对于这些伦理的要求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我们就是持续保持这么强的要求 不要觉得说 就是一看起来可以省一些时间的东西 就一定是好的东西 省力当然是很棒 但是要同时让人可以安心 所以就像刚刚讲到的 他信任你 那你信任这个某个第三方 但是与其把他的资料交给这个第三方 不如是说资料还是在你手上 那这个第三方只有这个资料的insight 就是他的一些特征 但是没有任何可以还原成个人的资料 那有点像是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就是医疗 或者是药学相关知识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的personal detail 我们要的是说那你学到了什么提炼到了什么 那这种不管是分散式学习 或刚刚讲到的同胎加密 大概都是这两三年来 整个社群发展出来的不迫害隐私 又可以训练AI的一些方式 那我会觉得就是正确的资料使用 正确的资料流向 那有所本 然后可以双向的去查询 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在健保制度 累积的非常好的这种经验 就是意识凭证 药食人凭证 健康程序上面打错字 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回报等等 那我们在防疫期间也是非常感谢 有了这些以健保为主的这些双向 给出交代的常规才让我们研发出 好比如像简讯十年制的时候 就很容易可以让大家到 sms.192这个网站上 输入电话号码 就知道最近四周有多少医疗人员 编号几 在哪一个县市 看过你的资料 25亿则里面已经删除了绝大部分 但被调出来这1100万则 每个都给得出这样子的交代 那到底每天删除多少则 怎么样子去调取 确定没有目的外的利用 那虽是有什么检察官刑警 这个说可能会要不小心看到 那我们立刻就给一个法律上面的诠释 说这不是人个人的通讯 绝对不能够去做通讯监察等等 就是在旁边的法治跟技术上面 都双重确保 我刚刚讲到的 alignment, accountability, appealability, auditability 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情况自然大家都真的 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在这个门口就是做实联制的朋友 现在也只需要专门处理 就是比较习惯写字或者盖章 进场的朋友 绝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刚刚讲到这种 分散式的multiparties, security 每个人只有一小块拼图 而没有办法侵犯任何人的隐私的状况下 用辅助术的智慧的方法去处理掉了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目前大多数的医院资料库的权限 都在资讯室的手上 或者分析室的手上 那对于钥匙来讲 这些庞大的资料 往往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那政府是不是要订定 让医疗人员能够直接使用 医院资料库的规范 对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我们确实现在不管是 就是健康永续 亚数据的那个平台 或者是其他 我们刚刚讲国网 如果去看国网 PETS的研讨会的话 国会院等等 大概都在研究这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 当然一方面搜集端 在处理的时候 处理前要互同 像FIRE这些标准 那但是更重要的是说 处理端到利用端这边 应该要有利用端 只要有应用 那处理端 我总是可以给你一个 不侵害个资跟资安的资料集 那这个就好像什么呢 好比像说很多人他可能小时候 有一些很喜欢吃的料理 是肉做的 那他长大了 想要这个节能减碳救地球 所以就吃素 可是他还是很想要吃他小时候的那些料理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有所谓的合成肉的出现嘛 这个Beyond Meat Impossible Burger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合成资料 就是你理论上应该要按一个键 你整个医院里面不管几万人 你就真的收到几万人的资料 可是这些几万人都不是真人 都是模拟市民 但是他的资料格式 跟就是本来的格式是相同的 而且你去跑一些 处理的这些城市的时候 他跑出来的特征值 就是他的资料的range 也跟本来的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就是吃起来就那个口感跟肉完全一样 那这样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合成资料 来写出你想要的这种处理跟应用的方法 但是最后还是在资讯室分析室 或甚至个案的手机上去运行 那这样子就既没有治安上面的问题 那但是又可以让你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的去开发应用的系统 那我未来也会 不管是透过科技计划 或者是这种疫情期间的特别条例 所赋予的这些比较实验性的这些 进行的这些做法 去让整个社会看到说 这样子一种 Bring code to data的做法 所谓web 3.0的做法 确实是可以同时兼顾自然跟隐私 那也兼顾资料的可用性 好 那现在时间就已经到了 我们是不是今天就演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唐正伟精彩的演讲 拜拜 谢谢唐正伟 谢谢唐正伟